中文字幕——YK 也是我高中时候的英语老师孙凤娟 学生们都知道她为三民独钟奉献了大半辈子 却始终不知道她的故事 我那个时候应该是二十六岁 我忘了我的年纪 但我仍然能记得日子 我即是三岁 那个时候是三民独立 不是独种独立学校 他的校长一部不惜全 他去到我的家 然后他就是表达他的身份 他说 你是不是有去三民独立学校 申请工作上 有啊 明天你就来上课了 一来 他进三民独座 就是导演 当年误打误撞地来到了华文教育领域 对从小就受英文教育的孙老师而言 是一项极大的挑战 那个时候来到这边 老师这个怎么样念 然后就拿着字典到今天 一本字典 一颗坚持不懈的心 是孙老师职业生涯里最好的朋友 我原以为人总是越长大越胆小 越长大越甘于平凡 而那天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发现 岁月并没有带走老师对工作和生活的热忱 他那小小的身躯里依旧装着一颗大大的心 我发现老师不管是在工作上 也是喜欢有挑战的工作 对 休闲的时候打发时间也是喜欢有 对对对对 包括像自己画 跟大老师讲也是你自己 对我自己割的 正如孙老师所说 敢于接受挑战 才能享受到成就感的喜悦 47年的教育生涯 孙老师不仅见证了一代代学生的成长 更是见证了三民独中这几十年来的发展 从简陋的校园到软硬体设备的全面提升 要称它为三民活力室 真的一点都不为过 我进来的三民独中就是这一栋 还有前面而已 全部都是吵架的 它能要慢慢地发展到今天 我就是很高兴 回想着一路走来 最让孙老师印象深刻的 依旧和三民的一砖一瓦有关 我们的海龙今年是34岁了 2019年头 那个时候我们有租这些货旅堂 给人家摆酒戏的嘛 在年头的时候 就是有一家有那个吊极的 当它出去的时候 那个吊极它忘掉了 就种到我们的海龙 它慢慢地写写了 在2019年2月20号 我们把它推倒了 我那个时候我看到我的心很痛 陪伴了三民独中33年 今年是34年 三十多岁的时候 经验还是不足 但是现在我可以很谦虚地讲 我有经验 我去上课 我可以说不带书 我还是去到火就可以讲了 把兴趣当工作是本能 把工作当兴趣才是本事 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 我起起来的时候 说不干了 退休了 但是现在不敢 不敢提到那个退休 那两个字 从青丝到白发 从稚嫩到沉稳 时间改变的一切 却始终没有改变 他的心 我可以说我是一个普通老师而已 先生学校任何的工作 认真教学 学生来到就是要帮忙他 请订阅就可以说的 请订阅